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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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台积電回碟 回檔它就回檔 大盤就回檔 所以大概都是戴一下 這個都沒有關係 這種東西 我們的重點也不在台积電 反正台积電 如果你有投資台积電的人 通常也是長期投資 通常 大概也不會賣來賣去 也有可能從600多包到300多 然後又包到八九百 也有可能 那比較厲害就是300多包到現在 對不對 那外資平平等你就聽聽就好了 反正漲他們就往上調高 跌的話就往下調低 這都固定的 就好像這個 我告訴你 它不是納入MSCI嗎 對不對 全值股 還有這檔 這檔今天就不錯 對不對 不是有兩個成分股加進去嗎 5月15號公佈的 MSCI不是標準成分股嗎 那很多人就誤解 我說納入成分股就會漲 踢出去就會跌 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 報名牌 或者是這樣好了 你如果說ETF 納進來就會漲 踢出去就會跌 天底下有這麼簡單的事 有這麼簡單嗎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那股票還要分析嗎 對不對 你注意看嘛 就是今天 這兩檔比較明顯 對不對 它就 5月中旬就公佈 公佈答案 那後來有先跑一趟 那就跌下來 你做何感想 不是這樣子 不是納入就會漲 沒有這種事情 它會加進去 標準成分指數 是因為它夠格 它市值夠大 它要挑選的 那它被挑選以前 它是要看以前 它以前漲上來 這一段它漲上來 就會市值增加 才會被選 如果它沒有這一段 它不會被選進來 華城也是一樣 它是漲了這一段 才會被選進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的被踢出去 不是它基本面不好 它就可能那時候再回檔 那一段時間再回檔 當然踢出去 沒有為什麼 所以我說大家不用說 一直很在乎指數 指數是多頭 例如說像現在 也不用講太遠 就講這邊去年10月份 光復節的時候 15975 都是在光復節左右 這邊也是光復節 這是前年的低點 這是去年的低點 你看 它漲上去 它不是一次就 都不回檔 這個中間過程裡面 有非常多次 都是 大家都認為會崩盤 那報章媒體都很會講 等一下以後就崩盤 等一下就看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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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這樣 漲上去就看大漲 你看這一段一段 12629 上來 下來 到這邊 1萬7千多 這整個大波段完成了 這個大波段完成 那這個大波段裡面 還分了很多小波段 對不對 那時候台積電這邊是370 那後來不是經過長時間整理 這邊整理蠻久的 這邊是整理很久很久 就是這一段 1萬7千4到這邊1萬5千9 也沒有大跌 但是就整理很久 好幾個月 對不對 後來 從去年10月 你知道去年10月不是都看崩盤嗎 那時候台積電是500多嗎 記得嗎 對不對 那一次又一次回檔 它沒有一直漲 它也是都有回檔下來 回檔下來到季線 季線 季線向上代表多方式 中線多方式 那這一次還沒有回檔 這一次還沒有大幅度回檔 這邊是小幅度回檔 才跌到月線而已 小幅度回檔就碰到 剛好回答就大漲了 黃林鑫也太厲害了 你記得嗎 黃林鑫每一次 就是電腦展 這一次是台北電腦展 Compute Tax 黃林鑫 你看到他每次在台灣躺較久 躺較久 就是在這邊 晃得比較久的時候 行情都不錯 是他的股票行情都不錯 我說行情都不錯 是指他的股票 回答都還不錯 但是相關供應鏈的話 不一定 像這一波 你注意看 像去年那時候 應該是說這邊前年 這邊飆漲的時候 我那時候廣達這樣用飛的 對不對 從不到百元這樣飆上來 那時候最紅就是廣達 偉創 廣達偉創跟技嘉這三檔 你不記得 我常常說標在一百二十幾塊 對不對 那個就是旋風 那這一次大家比較冷靜 大家比較靜一點 那為什麼我會開始要提到 提到這個 投資朋友你認為這兩股票跌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應該覺得很奇怪嗎 或者是說 現在的旗紅跟雙紅 他們是做散熱的 不管是做CDU或是CDM 這些或是水冷板 他們都會做 那他們現在目前散熱的 這幾個股票裡面 以這兩檔技術最強 技術最強 你說它也有做 這也都有做 這也有做 但這兩股是技術最強 但是最強是怎麼 這次頂禮七至這次怎麼會跌這麼多 這一定會跌 你看這個道理就知道應該會跌了 你股票起座就是那些人 沒理由的 你想想看 台積電現在八九百 台積電之前也從六百多掉到三百多 它也跌 連台積電都要跌了 誰不用跌 所以我來講過 像這種股票飆上來 你絕對不能夠追買 你也不用看新聞媒體的消息面 你絕對不能看 因為你看了你就重計 你看到你就重計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應該是要讓它回來 股票回來 因為它短時間漲得比較多 短時間漲得比較多 你讓它回撤 讓它整理 那你說 老師那未來這個價格會不會再過去 當然會過去 重點為什麼你要買這裡 這個沒有問題 長線來講它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它沒有做 大幅度調整 它只要小整理 那借利益都噴出 對不對 那這一檔 這小孩沒落 不是每一檔股票 每一檔股票的每一檔股票的主力 操作者也不同 何況還有法人 還有投信 還有自營商 還有外資 夾宅在裡面 興風作浪 對不對 會比較亂一點 不是每一檔股票走勢 都應該要一樣 只是會相關度比較高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像這個就沒落了 它就沒落了 所以你說它是要落最多 因為它現在就是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沒有人買賣 買賣就糟了 所以你說很容易跌停 漲這麼多很容易跌停 人你就買 結果這兩檔 變得跌的比較多 對不對 那跌下來好不好 我為什麼要先講這個 跌下來好不好 這邊100多 這邊 這邊沒有到100 對不對 這邊沒有到100 這邊800多 指數在這裡 12629的時候它在這裡 這邊100多 這邊沒有到100 後來這邊跑到800多 這個跑到900多 對不對 你就可以有感受到 你要相對指數再比較 相對指數比較 一點時間 這段指數也漲不少 12600到22000 也漲不少 可是這種股票漲得是 好幾倍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想像說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它必須要經過整理 你就知道我意思 因為它也是一樣 它漲了七八倍 那你難道不用給它整理嗎 那整理 很多人看到股票價格整理 回測 就會看壞 那就叫漲收漲 跌看跌 那沒有用 那沒有辦法賺大錢 你今天要賺大錢的人 就知道說 你要接受它的回答 你知道什麼原因要回答 你買股票 你買股票 目的不是為了現在 你是為了未來 例如說 三四百塊 四五百塊去買台積電的人 難道它是看得近 它是看 它是看一塊兩塊的嗎 它是看大未來 對不對 那你現在去買台積電 你要看台積電的大未來 台積電從三百多到快九百 那台積電有沒有辦法 再讓你賺一倍 你要用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先不要預測指數 所以會漲到哪裡 好不好 我們先不要預測指數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以後 你認為台積電 賺一倍的機會比較大 還是時間 我問你這個問題就好 一段時間 不是三兩天 三兩天你沒來共 三兩天你就要買標股 你就不能買這個 台積電也不是標股 你要買那種 每天都會跳空漲的那種 那你才會拚 你旁邊的跌就漲天板 旁邊的跌就跌就跌天板 那就尖叫 那如果你是一個 做一個波段上來的人 你要了解 你現在這個位置裡面 大盤叫兩萬一 兩萬二 大盤現在目前兩萬一千點 兩萬兩千點 你看那是指數 認為說指數很高 指數很高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很高 如果今天你把台積電這兩股票拿掉 從交易所拿掉 當然不能拿掉 我是說假設他拿掉 他佔的全值是30% 你把指數除以1.3就好 假設沒有台積電這家公司 沒有在這邊掛牌 台積電假設沒有在交易所掛牌 你把台積電整個拿掉 當然是假設 因為台積電的市值是佔整個大盤是30% 超過喔 我是用30%比較好算 那你把現在指數 兩萬一千八 除上1.3 你就知道說指數現在位置在哪裡了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這個是意思 這個是大部分股票平均值就在那邊 所以你看台積電就是看大盤 看大盤就是看台積電 所以會失真 你會以為說這個指數這麼高的買不下去 那是因為你看台積電 如果你不看台積電的話 很多的股票搞不好一萬點都不到 甚至一萬五千點都不到 你信不信 你相不相信 相信吧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們在操作股票有一個策略在 那如果你太急 太急躁 那你就要去買那種 那種中小型的主力標股 那當然你也就不用看我節目 就浪費時間 因為我就不介紹那些公司 我沒有要玩主力股 你也不知道 我都沒有要玩那些東西 你看我的節目 我不會提這些 我講的股票不一定現在有漲 但是我每天還是告訴你 那目的是為了未來賺錢 不是說你現在要馬上落到錢 現在要馬上落到錢 你要找標股才對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下 貫通國際 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績效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績效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線 這是周K線 又是只有回測上個禮拜而已 看起來都很完美 對不對 每次跌一下大家都看崩盤 跌一下就看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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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你說 基手 沒有問題 假設指數在未來 我假設在未來 有跌到這裡 你不用害怕 那都叫正常 跌個1000點2000點都OK 因為大盤 你要看中長線是多方式 短線它有時候漲太多 它要整理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齊鴻 這跟不斷經理 你現在開始看賣 我說不知道 看賣就看賣 這也不重要 是不是 你看得好看得不好 跟我們沒關係 你去這裡多 你回一下有什麼關係 正常 所以我告訴你 像這種股票 這種股票 你不要買在這裡 你不要買在這裡就好了 你落下的時候 你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 我稍微倒一下 因為這今天的齊鴻 雙鴻 跌得比較多一點 好 這些人都賺很多 如果你有賣 我沒可能賣這種股票 那你當時 你怎麼不可以賣 最關鍵 八百多元 你這裡有這個債條 我不會債條 我沒那麼高 所以我們這個成本 是在這裡 你怎麼不可以賣在這裡 如果我可以賣這裡 我這邊早就賣了 對不對 那個放炮的事情我不講 跌下來你說說 你賣到最高點 那種事情 放炮的事情我不講 知道嗎 我們的個性不是這樣 我也不會說 它跌下來以後 我就說 我再八百多賣了 沒買就沒買 我怎麼可能會不會賣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會員 都在等這檔股票 我的通知買點 因為這怎麼說 你知道 雙鴻 雞鴻 去年才賺14塊多 我已經跟你講過 今年至少20塊以上 這個以後我想請他講給你聽 高標的話可以到達25塊 兩家都一樣 後年可以標到50塊 後年是最高的成長 那時候GB200那時候熱賣 對不對 他們做得出來別人不做得出來 那個技術要很高 你不要開玩笑 所以雙鴻跟奇鴻的地位 他們在散熱這個地方的地位 就類似像在這個 XC裡面四星的地位 為什麼一直提四星 其他公司都跟他沒有辦法競爭 只是個別公司它的漲跌 它不一定會同向 例如說像最近的創意 就很會跑 可是創意的技術 能不能跟四星比 比不上 沒得比 台灣還是四星做得最好 那你知道創意老實 為什麼會漲起來 因為創意 你不覺得他整理這麼久的時間嗎 當四星還在創新高的時候 創意早就已經在整理了 你有沒看到 所以人家漲個五成 為什麼你要跟他計較呢 這個也是我們操作的股票 不要開玩笑 這漲起來就五成 可是在這邊的時候 大家都罵創意 就像現在賣四星罵資源一樣 一樣的道理 這也沒什麼 那你說維穎 對不對 維穎他因為籌碼的關係 他比較 老實講 他籌碼比較漂亮 那他就比較亂 因為尤其是ETF 919的ETF調整大概到今天了 都是ETF在賣 這個我都講過 今天就不用再贅述了 所以這個下禮拜以後應該開始漲了 像這個都調整到今天了 這個也是 這個調整到今天我常在講的 我常在講的 這個比較慢調整 這個大概下禮拜還要再調整 太多了 因為ETF裡面成分股誰被剔除 誰被加進來 要知道 那有些已經是買到今天為止 有些增加進來的 他買到進來 你下禮拜可能就開始要回檔了 但是我特別提出偽創 是因為說偽創 因為它賣壓比較大 頭信的賣壓比較大 那是因為ETF的00919在調整 應該是00919 沒有錯 那009939 00919 00919 更多 那00919更多 因為00919規模比較大 蠻大的 00939是規模比較小 5600億而已 009 919 919 1千元 所以它賣偽創 賣了非常的多 那這檔股票 00878賣了 賣不少 這個要賣很多 要把它全部清光 所以你看這禮拜 你要利用這個 當你知道以後 你就會利用這個時候去 所以它壓下來你去買 壓下來你去買 壓下來你去買 所以我常講這樣 漲股票 它就沒有辦法漲上去 但是你這個壓下來你就買 你不要買這裡 你買這裡不對 因為這邊不是很多人吃豆腐嗎 對不對 你不記得大家都吃吃豆腐 你這裡吃豆腐不知道 你在這裡吃豆腐哪對 對不對 但是圍影不是 圍影它比較 比較少納入成分股之類的 有一檔 有一檔再調整 但是已經調整完了 因為它本來 那檔ETF的持股 本來就只有900多張 900多張 所以它已經調整完了 所以這個會 會領先創新高 這種股票我們賺很多 這支不太賣 這支不可能賣 所以它是因為這個因素 不是偽創的問題 你要一定要了解 所以今天四星沒有漲 不是四星的問題 它沒有問題 它只是因為 它現在目前幾乎也沒人在玩 連當沖都 現在還是有五成以上的單沖 這有夠無聊的 現在我們能設當沖 所以它必須要冷靜 這個爆發起來 我已經在貼的 國人講過 我在這邊講 我說這兩股票 今年啊 今年叫2024年 75塊EPS 明年105塊 後年我估到150塊 而且是minima 最少150塊 你要用後年的去算本益比 150塊EPS 我到時候要解釋給你聽 所以我這個 對長線來講 我是看翻倍的 2500是看翻倍的 這個一定要突破的 不能講一定 就是說那個地方 我是看它會再突破 你分析師不能講一定 長線 我講的是長線 不是一天兩天 你不能跟我說一天兩天 那你台大電我也講過 這也我們在做的國標 我們攤過來做了 這支很穩的 這都是碳小條的 小條的 你這支台大電是很穩定的公司 你比較保守的人 你可以參考這支 那聯發科也是我們買到970 你看 也是利用這一波跌下來 你看這邊1200跌下來 如果它沒有跌下來到這裡 我們怎麼有辦法買到970 我們這樣講好了 聯發科如果說 它沒有這一波沒有跌下來 沒有利空跌下來 我怎麼有辦法通知會員 去買970 那你現在我要不要賣 我長得你剛才說聯發科 太熟了 聯發科這支國標 哪有在看1300的 不知道是不是 看太少 你看1500也差不多 可能要往上調高 它爆發力很強的 它有AI相關的供應鏈 那廣達這支國標 其實也沒什麼好解釋 它本來就是AI標準相關供應鏈 那利空接著它上去 你看我這邊跌下來 這邊不是有利空跌下來 跌到230 那一下又跑到290幾 那現在要做小幅度調整 像這種都是 都是問題OK 沒有問題的公司 但是因為它就是在ETF調整 所以它變成股票價格 它沒辦法反應 可是這些股票大家都看不好 就像說昨天以前大家都看 重電股沒有效 重電沒有效 會大跌 結果今天都漲停盤 很多股票都 重電股不是好幾檔 都出現漲停盤 國標就是這樣算的 你跌多以後它總要反彈 但是重電股能夠彈多久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AI相關供應鏈 這些我講這些股票 未來會有大波段的行情 你如果不敢買跟著我買 不會操作跟著我操作 要外外遇什麼 那你有股票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個人 要參加我們的會員 你當然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加入好友 TelegramEGO3008 股票價格漲都必須要調整 但是合情合理 你也不用覺得很奇怪 所以你要利用回撤的時候 去買進才對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選擇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